基本模块里面的话我们是要封两步 你想一下我们在装的时候 我们是先要调整一下下百臂的姿态 那就是说我要把通过两点装配 把减证器总成装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那因为软件里面的两点装配 因为两点装配它只能实现O1与T1的供点 并不能实现O2与T2也是完全供点 因为这是一个过约数 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两点装配之前 先通过一个manch mode命令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T2先给它挪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是需要先算一下 比如说我要先计算一下O1与T1 O1与O2之间的距离 然后通过manch mode把T2连着这个方向 T2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车里面下百臂的安装点 把T2然后挪到这个位置 使T2与T1的距离刚好等于O1与T1 O1与T2的距离 那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 在两点装配的时候 通过两点装配软件只能实现O1与T1供点 并不能实现O2与T2也是供点的 所以的话我们这一步需要两点 通过一个manch mode的匹配 然后使把O2的距离调整到 O2 T2把T2的距离调整到 T2距离T1的距离刚好等于O2到O1的距离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装的时候 是这样就是我要首先 就像我们在线转装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是首先通过一个调整 先把下百臂的姿态进行调整 那我就是下百臂可以绕着这个轴线进行旋转 那我最终调整的姿态应该满足 下百臂上的安装点的距离 到白车身上的安装点的距离 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一步我要旋转 那我旋转来调整一下下百臂 然后最终使下百臂上的这个安装点的距离 安装点到白车身上这个安装点的距离 刚好要等于减证器的这个长度 对吧 所以当然我们这里面其实我通过ManchMove 就是实现我要先 因为对下百臂我们之前定义了一个共同约数 所以我要先沿着这个轴线先上下 通过软件自己去旋转 先调整一下下百臂 那是下百臂的这个点到这个点的长度 空间的长度刚好要等于减证器总成 沿着下端球头安装点到上端球头安装点的这么一个虚拟的长度 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看 通过ManchMove之后 这两点这两个直线距离就是相等的 那下一步的话我再通过两点装备 把上百臂的点装的过去 下半把上减证器的这个点装过去 然后再把下端的安装点装过来之后 这时候就能保证 两个地方都是完全的点与点的重合 对 然后通过我们软件这样处理之后 比如说我在这个减证器总成 加了尺寸公差 加了公差之后 它的上下长度是会变化的 那这时候的话对于每一个样本 我们通过ManchMove之后 每一个样本预留的这个长度距离 是永远匹配 永远等于减证器的总成长度的 所以的话那我们这里面会用的一个ManchMove 在进行两点装配之前 我们先要调整一下下百臂的现在姿态 那回到我们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时候的话那我们O1O2就等于我们下百臂的两个安装点 O3就等于下百臂远端的这个来装减证器下总成的 这有个下端的安装点 这三个点都是在下百臂上 然后的话T1T2T3这三个点 应该都是白车身上的安装点 然后T4和T5这两个点 我们是选择减证器总成上的上端和下端这两个安装点 所以的话那在这里面我就可以选择 这是我们的Object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九个装配 这是我们的ManchMove 或者是我们的左侧的下端的下百臂的一个adjust一个调整 那我们可以用ManchMove来实行 左侧下百臂的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再准备选择 选择的是我们在左侧的下百臂 选择这个下百臂的第一个点 下百臂的第二个点 通过这两个点确定一个虚拟的轴线 然后O3是我们选择的下百臂上的圆的这个点 这个点是用来装减证器总成的下端构图安装点 就我们的这三个点 然后的话那我们选择的是T1T2T3 我们要选择在白车身上 我们之前已经创建好的白车身上来装减证器上端总成的这个点 这个点是我们之前在减证器的中心创建好之后 然后把这个点复制到白车上 然后这个点我们现在需要选择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我们再确认一下这个点选择了三次 选择三次之后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选T4和T5 应该是减证器总成的上端和下端 然后我们再选择 对应的减证器总成 然后我们创建的 也就是减证器总成的上端这个点 然后到减证器总成的下端这个点 我们选择下在这个点 这个装片我们是通过指示来调整下百臂的姿态 所以的话那在这个movepash里面 我们只需要把下百臂这个零件加进来 而不是把软件默认的整个总成当成处理单元 所以到那这里面我们需要点击Delete 把原来的总成删掉 只添加下百臂 这时候然后我们再重新回到 我们这里面的第八个装备先执行起来 然后再点击第九个再检查一下 这时候到下百臂也会通过一个轻微的旋转 增加到一个调整 好这一步完了之后的话 下一步其实就比较简单 因为下一步的话那么是通过两点装备 直接把减证器的上下端分别装到我们的 对应的白支撑和下百臂的上下端就可以 然后下一步的话 然后我们双接直接用两点装备 点击2push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十个装备 我们是把左侧的 左侧的下百臂完成装备 然后那么选择的是左侧下百臂的上端 下端 然后把这两个点分别装配到白支撑上的上端和下端 白支撑上的上端 以及对应下百臂的这个下端 就可以 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点击 看一下 装完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就能保证 上端是供点的 下端同时也是供点 这时候的话我们这里面就加了一部分的公差 这时候加了公差之后我们把装备执行起来 点击device 可以看到这两个点它永远是贴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装备执行起来 然后我们把装备执行起来 再次击着 然后我们把装备执行起来 完成了 感谢观看